我们看一下下面的UID啊 group啊和tty是我出来了 大家看都出来了 对吧 刚才那个好像也出来了的 我没有看清楚 刚才那个好像也是出来了的 这个就是我们列的这样一个字定义 我们有的时候去通过这个来监测 它的一个进程的运行的一个情况 包括进这个进程 当前所消耗的CPU和内存的一个情况 都可以通过这个来监测 好 这就是我们的top命令 free比较容易去理解 free的话 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内存的一个使用情况 memory总共是多少 这个跟我们文章上面就有点类似 总共多少 使用了多少 还剩余多少 总共一个G 对不对 所以这个free比较简单 大家了解就行了 那么uname呢 实际上就是当前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它的一个名称 当时当前的它的一个名称 那么这个命令 其实我用的也比较少 平时 打印出我们的操作系统的一些信息 下面就是uptime 更新一下当前的时间 看一下当前的时间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会显示 会显示一下我们 包括运行了多久了呀 启动了多久了 运行了多久了 目前有几个用户啊 还有加载的一个负载效率 分别是一分钟的时候 最近的一分钟 五分钟和十五分钟 它的一个加负载的效率怎么样 大家下来看一帮 clear就清平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clear calendar 就是calendar的缩写 就是日历 日历 date 那一看就知道是打印时间的 对不对 打印日期的 和打印这个是时间的 打印时间的 OK 那么关于这个 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 下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网络这块 网络这块我们先看一下 next start 这个命令其实说复杂 也蛮复杂的 它其实主要是监测 我们的网络的一个状态 next step 那么step本来就有一个状态 或者属性的这个意思 这是监测我们的网络的一个情况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的协议啊 包括我们的类型啊 包括实际状态啊 是已经连接啊 还是什么的 那么 其实这个地方有有很多的这种状态啊 有很多这种状态名称 大家要去熟悉一下 像我常比较接触到的 包括什么listen listen啊 establish的 就表示已经连接好 time wait啊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状态 那关于这个状态的这个了解 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它的帮助文件 通过它的这个帮助文件看一下 这些也是不用死定位的 大家可以在这里好好地去理解一下 每一个状态 在这里我就不细讲 我们常用的命令呢 我们常用的命令 其实一个是-e 这就是以太网卡的这个首字母啊 nestad-e和nestad-r router嘛 和nestad-a 那么 你就可以加上这些参数就可以了 nestad-a 翻这种卡就行了 如果你现在连着有一个attp 或者ftp 那么它也会同样的会给你监测出来 或者你这里你配了一些系统的服务啊 它也会给你监测出来 包括你还可以看到它占用哪个端口 还可以看到它占用哪个端口 非常方便 pin这个命令非常简单啊 其实就不用多说了 然后pin表演 我们pin一下百度 这些都差不多啊 当然你也可以加上-a这样一个参数 这些跟boss下面差不多 那么在 在我们 boss下面 我们常常用ipconfig来显示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ip 对不对 在linux里面没有ipconfig 它称作ifconfig 称作ifconfig 那我们来用ifconfig来简单的看一下 ifconfig 那么它就出现了两块网卡 一块叫eth0 eth0 这个就是我们的物理网卡 那么下面显示了它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包括它的ip地址 192.168.204.138 包括它的对外的广播 还有它的子网研码 还有ip6的这样一个地址 所以都写的蛮清楚的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回环地址 是它的local looper的这样一个地址 我们都知道 就local host就代表本机 它有一个回环的ip地址 是127.0.0.1 这个是在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系统机制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我们理解了就行了 所以重点我们看这 那我们想象一下既然有这块网卡了 我们猜想一下在设备里面 我们说到DEV里面 会不会就会有这个设备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咦 没有这个 那么OK 目前我们就知道 我的有一块实际的网卡 它的第一ip是这样子 那我如何去更改它这个ip呢 其实命令非常简单 就用ifconfig 指定它的网卡 就当前这块网卡 给它指定一个新的ip地址 比方192.168.204.139 我们由138改成139 没有权限 给它一个速度 好我们改了 我们再来验证一下通过ifconfig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ip地址是不是就改变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更改它这个资 更改它的一些 比方说像资网研码啊 这些内容 我要改我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能会猜想啊 我们会猜想 会不会是直接在后面加个mask 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 你也看一下帮助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帮助来 好在这有个 加一个net mask就可以了 同样的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网关呢 我们总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配的都是 都是哪些内容啊 是不是ip地址 子网研码 网关 还有dns 少一下啊 奇怪了 这个网关好像在它的新帮助文档里面没有了 我记得以前是有的 就是通过gwgetway的一个缩写 我们这样吧 我们先配一下 还是先fcon 我们给它重新来配一下 ifconfig 单随度了 给它的这块网卡 它的ip是192.168.2204.140 然后它的 资网研码是net mask 这个刚才帮助里面有啊 net mask 比方说255.255.0.0 那么它的网关呢 是gw 我记得 以前的老文档是有的啊 现在这个文档很奇怪 没有了 192.168.204.1 好我们看一下 unknownhost 没有这个网关 没有找到这个网关 这样我们先把这个网关给去掉 参数 这个参数它是认的 但是这个网关地址 它不支持 好我们先配一下子网研码 好 这样就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if config 好 你看ip地址和子网研码 是不是都改掉了 都改掉了吧 那么这个改掉 我们我们现在有点疑惑的 就是什么呢 如果系统重启了 它认不认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类的操作 我们很多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写到我们的配置文件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们很好奇的 想了解一下 具体配置文件 是真的写进去了吗 是写到零食里面 还是永久生效的呢 所以我们可以重启一下 reboot 一个简要的 但我们也可以用sheldown-r 这个我们刚刚讲了 reboot我们给大家演示 现在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它和那个sheldown-rnow 的意思是一样的 if 它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又变回去了 ip又变成138了 子网研码又变成25255.0了 那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样让它永久的生效呢 永久的生效 实际上在这里 我们要通过一个系统配置 配置文件来 在etc下面有个network 下面有个interface 这是无邦图的 以前红帽不一样 以前红帽是另外的一个 那好 我们就打开一下 etc下面的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就行 etc下面的network 下红帽不一样的 进入 fe mg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是它自动的回环 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内容打印出来了 那么它的自动回环的 这个是这个样子 那么如果我们要在这里面 加入它的IP啊 机器内容啊 IP啊 紫网研码啊 这些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就参照它的这个方式 在这里加上 ETH0啊 然后在下面 加上相应的一些网卡的配置 就可以了 那有的朋友说怎么加呢 其实我们就参照这个加 上面的意思就是 它的这一块网卡 它的网络配置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么其实我们 去下面也可以参照它的这种方式 就给它做一个静态配置 下面我就给它加上 address 可能192.168.0.1 0.2吧 然后它的网关是 gateway 是吧 192.168.0.1 它的 紫网研码是 netmass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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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它的这样一个配置 没有保存 是这样 这个文件我们刚才应该用sudo打开 应该sudo打开 看看 参照 一看 明文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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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给它复制一下 这个面领操作大家暂时不要求掌握 这个地方如果你希望它是动态分配 你也可以给它设计成DHCP 这块的内容我暂时不想多讲 大家以后我们讲网络配置的时候 很详细的这个网络配置和网络编程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现在我不想做过多的讲解 Adress 192.168.1.2 68.1.1 Netmask 19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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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好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重启一下 好 so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命名服务器 所以呢 你如果要给他加上一个新的 你就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去给他加上新的IP或者去更改相应的IP就可以了 对大家了解一下 下来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设置 这个ifconfig我们更多的时候用来去看IP和简单的去配IP 好 下面我再讲一下这几个SSH FTP和Terranet 我们都知道这是GTCP的一些高级协议 SSH就是什么呢 是一个shell的这样一个传输的这样一个命令协议 shell传输的这样一个命令协议 这个我们往往在远程操作的时候以前都会用Terranet去操作 后来我们为了安全起见 真正Linux shell就专门出了这个SSH协议 所以我们现在都开始用这个协议来进行这样一个Linux远程的桌面操作 就是命令终端的这样一个桌面操作 那么这些命令包括FTP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啊 就他内置了这个FTP 比方FTP后面你跟一个IP 我这里没有配FTP服务器了 你通过这个就可以去连接远程的一个FTP的地址 192.168.1.这样子 这个是连接拒绝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SSH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下面我们要去连接远程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地址 连接完了过后 你就可以直接像在本地操作命令终端一样来进行操作 那么目前的话就我们这个来说的话 你比方说我把我把刚刚我把这个IP给改掉啊 我把IP还原 我把IP还原 ETC下面的Network下面的Interface 我把这些没用的我删掉 给它还原然后再重启一下 我们现在都是什么呢 可能你自己远程有一个服务器 比方说我的这个讯息就是服务器 我们现在都是用Hooty或者CRT这些SSH终端来进行连接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进行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一个SSH服务器啊 就服务安装上 我在这上面装了一个 Open SSH 我们看一下IFConfig 看一下IP 192.168.204.138 192.168.204.138 SSH sans端狗20 repelless 大家可以 你看这里 Spartan alert 端狗21 就是SSH就可以了 然后着起一个名字 我的P 我不咬着 然后在这也连接 用它去连接这个服务器 正在连接 输入登录账号 输入密码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就连接成功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你看 内容是不是一样的 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包括连远程的服务器也好 连接我们那个惠普编译服务器也好 都是通过这样一个SSH 这样一个客户端来进行连接 这个大家需要去掌握一下 我们要推出的时候 就EXI2就行了 好 针对其他的 像FTP啊 Telanet啊 大同小异 我这里就不多讲 就不多讲 关于这个命令的话 我说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总结 就是我画了这样的一个表格 大家下来去仔细的去研究啊 去熟悉一下 研究一下 那么有些命令 其实我平时用的也很少 我平时用的最常用的 就是这些 我标注了这种重点标识符号的这些命令 这些是我平时最常用的 我们大家下来 其实平时你们也会发现 平时我常用的20多个就够了 以后哪个不会了 我们再来查资料 有没有关系 反正慢慢就越来越熟 对不对 好 那关于命令 我就讲这些 说句实话 这样子大批量讲这些命令 不是我所擅长的 也讲了我头 我的头也比较浴 有什么不明白 大家下来还要再去结合书 去深入的去理解这些命令 当然也要结合的帮助去理解 那么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讲解 我们Linux应用程序的安装和卸载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